今天我们看了《政后副业章》 还有中委会制作的动画 有一个感想 他们现在都做得很不错 其实不管是写书 说法 其实任何一个单位都是要有文献 都需要有文献 现代的社会如果没有文献 没有媒体的宣传 那是这样子讲的 没有促销就是报销 而在现代的整个社会 都是靠这个宣传跟文献 其实 你文章写的在怎么样 如果没有这个宣传 也是一样的 就是只有少数的人 能够知道里面所含的 金跟玉 你如果有文献的话 这个宣传很重要 那让更多的人看到了 这个可以讲 把佛华 把佛华能够传遍 其实也是需要靠这个文献 真的 所以这不只是说 生活不业障的工作 也不是中委会的工作 也不是中委会的工作 生活中所有的 室堂会 甚至于每一个弘法人员 甚至于每一个弟子 都是需要的 这不只是 生活不业障的事情 也不是中委会的事情 而是 所有生活中的 室堂会 及 红法人员 及 所有的弟子 都要做到的 这样子呢 才能够将 把真正的佛法 传遍五大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